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铜像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8月2号礼拜二 台股今天下跌11点 收到9068点亮说732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台股呈现一个拉回亮说的情况 那今天这根K棒还是在上个礼拜一 那一根所谓的十字棒 高点9086 低点8916点这边进入一个大相形整理格局 所以台股目前就是在这边进入一个相形整理格局 那呈现一个多头的亮价结果 拉回亮说是可以接受的 好投票 今天我们不是要 我们今天不太想跟大家去聊大盘 因为已经聊很久了 对大盘我的看法 电子股我偏向中性 说真的在这个时间点 你告诉我电子股要全面做多 基本上我买不太下去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价值高股 价值偏高股 涨多了就对了 穿上股有机会 所以在这边也许外资 我这样讲好了 外资他在这边把钱汇进来 那在新台币升值的情况之下 热钱派对之下 他怎样玩 说真的 就看他心情嘛 钱在他手上 筹码也在他手上 所以昨天来讲的话 外资不管是在新台币 股汇市来讲的话 他昨天买超128亿 新台币昨天升2.86角 那期货进多端 又创历史的新高吗 就是说整个筹码 都在外资的手上 看他去摸紧 他只要拉抬随便他 但是平行而言 这边我并对电子股 我会有点 对他保持落即落离 我在这边 我没有去放空电子股 但是在这边 要不要全面做多电子股 我个人比较倾向 保留一点点 好 为什么 但我们跟投票去聊 好 那近期我看老船 不管是8月5号的奥运开末了 8月8号父亲节 再就是所谓的情人节 情人节过完之后 就所谓的中原普渡 所以各位亲爱投票 你可以分几大块去 应该是说做选股逻辑 如果今天你的焦点 是在父亲节跟情人节 那你的焦点应该是在餐厅 可能选股逻辑 应该在餐厅或百货公司 因为你可能会买礼物送给爸爸 或者是你会买礼物送给你的亲密的另外一半 如果你的焦点摆在中原普渡的话 那通路股比较有机会 不管是7-11也好 或全家便利商店也好 或者全联美联社 或者大润发Costco这些 或者加热服这些 基本上一般国人比较常去的 大概就是通路肝领股 会比较收惠 所以原则上 就看你的选股逻辑是什么 你如果偏向父亲节 情人节 那就是在餐厅跟百货公司 那如果你是在中原普渡 那就是在通路 好 所以我们有基本概念 讲完了 大盘讲完了 大盘就进入相形整理 等大家表态 不过说实在话 我看到今天亮说730而已 当然你用技术分析 你可以说拉回亮说 只是头部人有没有想过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9000点的为什么才700多亿 9000点的为什么才730而已 以前嘛 不要说 不要说几十年前 10年前就好了 10年前你 9000多点你成交量 不要说100 不要说732亿 你应该1732亿吧 10年前你的成交量 大概可以多1000亿 老师真来假的 真的啦 以前成交量1500亿 1700亿很正常好不好 真的啦 我说的是真的 好 那你们想过 为什么成交量只有732亿 我常讲一句话嘛 台湾没钱嘛 台湾没钱啦 但这个已经讲太远了 台湾不是以前的台湾金银卡吧 台湾真的没钱 你看这失落的20代 他失落这20年 他没有调高薪资 他怎么会有钱 他都已经没有钱买房子了 他都已经没有钱 不敢结婚了 他怎么有钱可以去买股票 想也知道 所以筹码都在外资身上嘛 很现实的嘛 你现在的钱要嘛 就是被房地产卡死嘛 不是嘛 好 除了你钱被房地产卡死之外 你说现在啦 不要说 现在20岁比 也不要说这20岁 你30岁 35岁 40岁左右 你有多少钱可以操作股票 这很现实的问题哦 好 所以我们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请你有空多多支持台湾本土自己 多多支持台湾本土国货 好 讲这句话不是在喊口号的 如果你真的希望台湾的下一代好 真的请你有空多多支持台湾本土品牌 也许你觉得我买一只外国的东西 又没有差多少 对啊 没有差多少 但是物以善小而不为啊 物以二小为之啊 老师 讲的太严肃了 讲的真真的有点严肃一点点啊 那只是告诉大家 你觉得9000点台股成交量只有732亿 合理吗 不合理吗 那这不合理 当然是整个大环境的关系啦 这讲的太复杂 也不是我们今天 我们股票节目想去跟你聊的 好 那我们要跟你聊一个东西好了 好 就我们要跟你聊一个东西叫做石油 我不想投资朋友你平常 看报纸财经媒体 不管是看报纸或脸书 会不会有人跟你讲石油 大部分人关注就在股票 大部分人的关注就在期货 大部分的人关注就是在选择权 好 股票期货选择权嘛 好 那少部分的人会去关心 所谓的新台币的走势嘛 好 就新台币晋级的升值嘛 好 那主管机关规定证券分析师 不得在节目公开节目 预测新台币未来的走势是如何 好 所以我们不会在节目去预测 新台币的走势是如何 我们只能告诉大家 台币这一波从33点多 然后升值到现在31.5 31.6左右 好 那投票 我将跟你讲石油 如果你进球稍微看报纸 稍微瞄一下 可能你们看到有人在跟你讨论石油 除了台积电大力光之外 除了宏达电之外 除了联发科的法说之外 你应该稍微留意一下石油 为什么 老师 是不是 加油要涨价了 那没有多少钱好不好 你加一次有多少钱 一千块 两千块 就看你的油箱多大吗 说真的 那个没有差多少钱 但是石油的涨跟跌 事实上对你影响可是很大 为什么 我们今天不用讲一个很复杂的 总体经济面 我们今天不用讲一个很复杂 油价对于经济 总体经济有多大影响 讲那个太复杂 我们今天只是跟你讲一个基本概念而已 如果景气复苏 你觉得原油石油的供给是增加还是减少 如果现在景气很热络 百业 不是百业萧条 百业兴起 就各行各业很热络 我们先这样讲好了 先讲百业萧条 应该比较容易逻辑 理解 如果现在是百业萧条 你觉得油价是减少 油价是跌还是涨 如果现在是百业萧条 那现在的生产力很差 那路上没有车子要跑 那你也没有订单 所以工厂也不用生产 工厂不用生产 也不用用电 然后任何的需求都很少 然后达到一个自给自主的状态 骨瘦状态 那你的原油 你的石油的需求应该很少 所以你的油价就应该很低 可以理解 如果现在是一个各行各业 百业兴起 这个行业现在很赚钱很热门 每个行业现在景气蓬勃发展 那现在油价应该在供给需求的情况之下 你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油价会不知不觉的上涨 可以接受吗 这个就有点类似你用电量一样 用电我们现在撇除 假设今天台电的发电量 我们今天撇除天气的因素 有时候因为你用电需求是因为 因为你天气热 好我们现在撇开 我们现在撇开来讲 撇开天气的因素 现在如果百业萧条的话 那你用电应该是很少 我的行业很坏 工厂也不用开 工厂也不用开 当然就没有电 就不用用电 那如果你现在生意很好 你工厂要24小时加班的话 你的用电量应该需求就很增加 所以你从台电的用电量 大概可以知道台湾目前的景气如何 这个撇开气候因素 这个先讲好 这个你要去撇开 因为气候夏天热 可能你冷气一直开 我们就撇开的气候因素 好那我再跟你聊一个基本概念 原油这一波从50块跌到40块了 所以原油这一波股价的 原油这一波的价格拉回大概20% 原油 原油这一波 从50块大概跌到40块 40点多 所以大概股价拉回20% 如果你已经有学过道士理论好了 道士理论 他告诉我们 股价拉回20%到25% 大概进入空头市场 这个可以接受 台股如果现在9000点 跌20%大概就跌1800点 9000点跌20% 1800点 那大概就剩下多少 7200嘛 7200你可能认为那就是空头 9000点减掉 1800对啊 7200啊 你认为 如果台股跌到7200 那你认为现在就是空头了啊 因为 也跌破将近10年均线了嘛 应该是 可以接受嘛 10年均线目前 台股10年均线大概是7900多嘛 所以如果跌到7200 那你当然你认为那就是一个空头市场 毋庸置疑 可以接受 原油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原油 它是不是走空头 我今天是要告诉大家 原油 它已经不知不觉 股价拉回20%了 原油代表原油的需求非常非常少 全世界目前只有美国经济复苏 其他的国家的经济几乎都是很辛苦 GDP可能保育 或GDP零年级 或GDP是负的 我今天跟你聊了一个原因 请稍微仔细听 其实我先讲重点好了 重点就是这一波的原油 拉回20%了 那我们股市上涨 那是不符合逻辑的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 老师 你这样子讲 会不会因为你看得比较保守 所以你找对你有利的来解释 朋友 我曾经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我说股市在全世界资本市场里面 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咖的 我们说像什么 像债券 公债 像外汇 你像这次英国脱离欧盟 英镑贬值造成汇率的战争 或者像原油 或者这些农产品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这些来讲的话 它的交易额不会输股市 股市在全世界资本市场里面 只是一个小咖中的小咖而已 好 有这基本概念 有了 开始有了 原油前迫低点是在1月中旬 那时候 布兰特原油跌到27.34 27.34 布兰特原油 西德州原油跌到26.55 那时候在今年的1月 老师 这么久的事情 原油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像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 我不想你听我节目多久 听三个月半年 那当然跟你没关系 如果你听半年以上 一年两年 那你应该知道 在今年1月的时候 台股跌到7627点 好 今年1月的时候 最低点7627点 在7627点 那时候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台股再跌空间有限 顶多200点到250点 请大家做多 我那时候告诉大家 我说已经看到隧道尽头 已经看到阳光了 那时候平盖股开地走高 收红棒 平盖股开地走高 收红棒 那时候原油跌到2627的时候 很多市场很多分析师 把原油下探二字头 20块钱或一字头 我们在节目讲说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我说杀头生意有人做 赔钱生意不会有人干 还记不记得 应该记得 那时候原油 从2627的时候 全市场判得很悲观 然后市场告诉大家 原油的需求减少 那景气复苏会递延 所以大家把股市想得很悲观 然后台股还要下探 7000多 7000多 7字头或6字头都有人喊 我们告诉大家 已经看到隧道尽头了 7627点 那时候我们用两个理由 告诉大家 7627点 就是短线 几点了 两个理由 一个 平概股 开低走高 收红棒 一个 石油的需求 石油已经跌到20起了 已经来到开采成本了 当初原油 记得 已经来到开采成本了 台股从7627点 开始决力大反攻 然后从那边涨到8840 老师有印象了 有印象了 有印象那是好事情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空的话 请你去看原油 你把原油的月线图 或周线图 或日线图你去看 几乎每一波原油的高点跟低点 都是跟台股有绝对的正相关 这正相关系数 很逼近 那个正相关系数太接近了 绝对不是你想的 那只是偶尔正相关而已 不管是过去历史高点也好 或者是今年的一月的低点 或者去年十月的高点 或者去年四月的高点 去年四月高点是哪边 10014台股 10014的时候在去年十月 四月 那反弹到今年 去年的十月 短线的建高点 你用过去的太多例子 原油的走势 跟台股有极大的正相关 原油如果涨 就代表全世界的景气在做付诸 世界景气在做付诸 所以原油的需求会增加 如果原油开始跌 那代表我需求没那么多了 所以我油价开始往下跌 代表经济开始进入 不要说衰退了 经济做一个缓步的停顿或整理 所以原油需求 原油需求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油价就开始盘跌 应该可以接受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我今天的重点只是要告诉大家 油价是股市的先行指标 油价是总体经济面的先行指标 不管是过去的10393 或者是去年的10014 或者今年最低点7627点 油价跟台股 绝对有极大的正相关 油价这波从50块跌到40块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 它是不是走空头 就说如果你用道士理论来讲的话 股价修正20%到25% 进入空头市场修正 好 这个不是我跟你讨论 我今天只是告诉你 油价拉回20%了 台股如果拉回20% 那台股从9000点跌 20%要跌了1800点 道琼如果18000点跌了 20%要跌了3600点 好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 它是不是会跌20% 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我今天只是在跟你讨论一个观念 油价跟股价形成 脱钩形成背离 要嘛就是油价低估 要嘛就是股价超涨 就这么简单而已 观念就这样子而已 你现在油价跟股价 它差距太大了嘛 如果今天油价是修正5% 10%15%这个都可以接受嘛 但是油价今天已经修正20%了嘛 它已经拿到技术分析 可以去赋予它的 你跌20%的空头的一个 一个形容词或一个名词 或者一个定义 看你怎样去解释 当你股价跟油价脱钩太多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审视 你就要去解释 是不是这一次 这波外资的热钱效应 它拱得太高了 我今天只是在讲这句话而已 我常在节目讲说 外资的热钱派对 它来得快去的也快 它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 那也许你会说 老师你酸葡萄心理 对啊 我酸葡萄心理 我都可以接受 网络酸明 要怎样酸我都可以接受 那只是 你今天你身为一个分析师 你在分析的过程中 你是Kimochi的感觉 还是因为 你秉持你的专业知识 去做分析而已 对电子股这波平心而言 我个人真的比较保守 这是事实 我不会去否定 本来就事实了嘛 因为我觉得台湾 没有足够的产业 撑起手机下滑GDP这一块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这么简单而已 汽车电子撑不起 生机类股也撑不起 既然台湾没有足够的产业 去撑起手机下滑GDP这一块 那你电子也怎么撑得起来 就这么简单而已 观念就这样子而已 我想很多人会去知道 老人与狗 老人就是总体经济面 狗就是股价 你上下坡洞上下坡洞 到后来你还是两个回归在一起 就这样子 在外资热钱效应之下 他可以把台积电要怎样拱 他可以说目标价 上看150,170,200块随便他喊的嘛 你一个证券分析师 只要敢这样喊 那你就死了 你就准备被主管机关约谈了 你听到意思吗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好 他可以透过台积电位所欲为啊 好 那不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啊 我们今天只是要跟你讲一句话而已 油价跟股价脱钩 形成背离 要嘛就是油价抄跌 要嘛就是股价抄涨 就这样子而已 到后来会反应 怎样反应我不知道 好不好 所以我们对电子股比较保守 那我们对常常股比较偏多看待 就这样子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 5657 公司目前有个有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铜像 下段大概剩下三分钟 我们简单二要复习上半段的内容 上半段的内容 我们再跟你讲油价跟股价的相关性 它有一个极高度的正相关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电脑软体 原则上 今天投资朋友有空去看油价跟股价的相关的变动性 不管是今年的低点7627点 或者去年的高点 1001是油价跟股价有绝对的正相关 油价这一波已经拉回将近20%了 好 它不是拉回5% 也不是拉回10% 也不是45% 它已经拉回到20%了 它可以让技术分析 去赋予或者去定义 或者去形容它进入一个空头走势 那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它是不是空头走势 我今天只是要跟你讨论 它跟股价形成背离 既然形成背离 形成脱钩 它就会去做反应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在热钱派对情况之下 你要自己去了解 它这个派对会不会随时结束 就这样子 观点就这样子而已 自己要有危机意识 你要去想 为什么9000点了 量能其实有730而已 为什么量能拱不起来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除了台湾没钱之外 台湾没钱之外 是不是代表 对于比较长远投资的 这些有实力的大户或中实户 他们会有点却不 真的啊 就是这样子啊 好不好 那电子股我比较偏向中性看待 那我比较偏向在传产 不管是8月5号的奥运 好 纺织类股 运动类股 或者是 或者是相关的体材 或球鞋 父亲节 8月8号父亲节 8月9号情人节 七七情人节 所以 百货公司或餐厅 会相对的有帮助 好 再来就中原普渡 中原普渡就通路干领股 比较受惠 不管是设备的人也好 全家便利商店也好 全联 全联美联广告都打得蛮有创意的 那再来美联社 还有什么 大润发 Costco 还有什么 还有加热服 反正通路股会受惠啦 基本上 中原普渡 你今天不是那种 中原普渡买的钱 可能一年大概有两个节日 台湾民众会大买特买 一个是中原普渡 一个是农历过年 应该可以接受吧 应该啦 不然请问一下你们家 中原普渡或农历过年 去哪边买 你怎么会告诉我 你去四百里边买 或全家便利商店买 也是可以啊 也许你去买一罐苹果西达 或者那种可口可乐大罐的 也有可能啦 当然就是每个人 看每个人需求嘛 但是一般人可能 一般家庭可能今天你会 开车或骑摩托车去大卖厂 大买特买啦 一般啦 我所认识的应该是这样子 你应该会在中原普渡 或者是农历过年 一般啦 应该是开车或骑摩托车 你今天会去大卖厂 大买特买吗 理论上是这样子啦 其实股市没有很难 股市只是你的生活经验的反应而已 所以在这边你问我 我个人认为 中原普渡来讲的话 就是通路股嘛 不管是刚才我们讲的 Serve Eleven 全家便利商店 全联 美联社 或者什么 呃大乱发 Costco 或者是 他什么 呃 家乐福之类的吧 同路你能够想象的 应该多多少少会收回啦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 2570 5657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我连红像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最终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